化學兵全副武裝坐上軍用車 眼睫噴灑消毒液要驅蚊 還有幫忙清除淤水 預防解決滋生 雲林本土登革日疫情升溫 目前已經累計15例 疫情再擴大也出現了5例重症 疫情影響最嚴重的古墾鄉地區 由於面積大清除蚊蟲困難 中央派遣陸軍三六化學兵 協助消除病沒蚊 就是說因為古墾這邊 有很多自然的天然的 像是竹筒還有樹洞等等 是容易會積水之深 白線扳紋 有這些天然之深的話 也要非常積極的去清除 疾管署副署長羅毅君 也親自到場監督宣導 如何預防登革日 他表示雲林登革日疫情 跟台南疫情的病毒株 是不一樣的 所以加以預防 可以避免疫情再擴大 防疫優先為主要的考量 所以當然都呼籲就是說 不管合法非法都能夠 盡快出來做篩檢 目前相關單位還沒有查出 病原到底從何而來 但是他們擔心雲林縣 有許多的非法外籍移工 就怕有隱藏案例 雲林縣長張立善也承諾 要是來檢測不會抓人 呼籲非法移工 要是有症狀 就要看醫生 避免疫情再擴大 TVBS新聞中 從美雲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不准教授 請再提供 報告 盡期 報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